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自我介绍 我叫蟹鱼豆 下雨的雨 黄豆的豆 因为我是叔叔的 我妈妈就怕我没吃的 黄豆就是老鼠最爱吃的粮食 但是没有风雨就没有收获 我的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我的这个人生呢 其实我每一次转着都转着让我家里面的人心惊怒 我应该是我的人生是分为97年以前 我97年以前在国营企业里面做会计 而且是一个成本会计 这个职场经历跟我的未来 我以后的这种企业管理 真的是奠定了一个很仓实的基础 所以我97年的时候 我去干了一个什么行业 美容行业 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人也是反对 因为那个年代的话 觉得好像做美容如果偏远一点的地区 就觉得好像美容是不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父母就觉得 哎呀那个美容是伺候人的呀 所以我在97年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 然后从美容化妆品到最后的整形医美 一直到2013年 我在整形美容这个行业做了将近二两年 我以为我以为我在这个行业会做到 因为第一我喜欢我真的喜欢的楼 就这个领域哈 第二呢我觉得现金的楼 这个行业不收钱不收款 也不见钱也不见得来 所以我觉得挺好 但是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 我是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是移民加拿大 比如我跟我老公已经是感与分约会多年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思考 我在国外去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当时我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 我有幸走入了一个 也就是我的前途 那个时候呢我只给了我自己两个假设 假设 假设一 如果2万块钱人民币 真的可以让我把一个生意做到全球 我觉得假设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那就绝对是个很好的生意 同样的我有个假设二 假设二 如果这个生意真的可以跟我带来上百万上千万 甚至更多的利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是很合理 所以我在2013年的3月份的时候 我带着这两个假设 我分别赴美国赴香港 和欧洲去考察这个考察这个生意 那可不可能可不可惜 所以我当时在2013年5月18号回到成都 我是四川我是成都人 所以我回到成都那个晚上 我一个晚上不能去 我觉得这个生意好像可以 所以我在5月19号 2013年的5月19号 我就正式开始放下我传统走进网络 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走进网络 我就是为了我以后到国外来 我这个收入可以去持续 真的在2013年的时候 我的家里的人所有的反对 我的父母 我父母告诉我 这个产品再好 不能去经营呀 从传统做的这么好 做的这么多年 为什么要放下 这是我的父母 我老公那个时候 我根本不敢跟他说 因为我老公原来在国内是个大学大学教授 我出来之后也是一直是做爱主 这种观念是非常成就的 所以其实我是在当时 一样一直想着走进网络 但是我真的是很幸运 当我老公回国 发现我在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收入一定是超过一万美金 而一万美金每一个月的收入 在海外好像还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 我跟我老公就说了第二句话 让他安心 我说给我两年的时间 不管做不做的成为 递到加拿大 你可能会想还是可以吗 所以我一直从2013年的5月19号 做到2015年的5月30号结束 我用两年的时间 完成了我后面的整个改变我 人身的生活方式 两年之后 我基本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达了一个很高的收益 反正我在加拿大 我有我的会计师 我的会计师 我的会计师告诉我 他说谢宁豆呀 你是我 有史以来做账的过程中 我见到了做网络的最高收入人 所以呢 但是其实我这个人身的这两次转折 真的是让我家里面都觉得很很惊讶 但是我在去年 我有做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定 我决定放弃我的前平台 就很多人不理解 谢宁豆 为什么你的前平台做的那么好 你要放弃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想带来我的这个主题 我的这个主题就是 我为什么要去放弃我的前平台 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在讲 当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所有的接约都会有一个好接约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今天我将会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我请大家一个小时 我看电话 我走动 然后做关注其他 跟我一起去求这一个项目 求这一个伤心 有可能 我只是说可能 既然是可能 因为一切 今天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一个小时 我们将找到一个 迄今以来 我认为最好的机会 商机也好 机会也好 有可能 找到一个最好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 它不是为我们带来 赚几十万 赚几百万 这个不能吸引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 深处在美国 在加拿大 可以说基础自由 因为在我们加拿大 它很以前少一点点 但是医疗是免费的 教育是免费的 所以相对是 贪定不足 而且是幸福的 所以呢 如果假设这个机会 能够改变我们 将是我们的人生 甚至是我们家族的人生 甚至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小时就值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放下一切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我 我带你一起走进这个 天时地利 人和的相容 那天时呢 其实我主要是解决 为什么要做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经理 地利呢就是做什么 人和就是如何做 我就解决这三个问题 那我首先来讲讲 我为什么要从前平台 转进来 就是转到这个里面了 这是我在前平台公司给引导我的 因为说实在的 我离开我前平台的时候 真的是很多人性都被扭曲 很多人说性别动 我几乎在我前平台得到一个 一个标签 就是人性极差 能力极强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说实在的 人性是扭曲的 所以我在我前平台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公布我这个信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的这个我公司的名字 因为我是在加拿大公司的这个公司 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根据你的要求 总部合规部门已经将你的账户关闭 我是在5月5号写申请去辞掉我这个公司的账户 关闭我的账户 5月7号那一天打开我的台的账户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劳动家的尊重 我很感谢我的劳动家 因为他特别让我在一个领域里面 完成了我达到的终极目标 我设立的这个目标就是 时间自我和财务 我原来可能我做传统的时候 哪怕你财富是相对自由 但是时间绝对努力 所以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布哈 就是根据我的要求 已经将我的账户关闭 在关闭的过程中 很多人来找我 这一道特别的话 这个账户转入给我 因为我们在海外账户是可以转让的 公司也是可以回购的 甚至我的领导人说 现在我可不可以看到 我们有交集的情况 把这个账户送给我 我说不可能 因为我在这个企业里 公司已经给到我太多了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人一个人 不能把什么钱都有赚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我一定要对我的老公家表示尊重 第二要舍得去放下 因为每一段都知道我的账户很多钱 钱多到什么程度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是我关闭那一天 我依然是保持钻石 虽然说我不是双钻 但是我的收入超过很多很多的双钻 为什么 基本上你们熟悉的钻石 或者是双钻 或者是三钻 它都在我的旗下 所以我的收入是相当高的 所以很多人想不通 谢虞豆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有一个小伙伴告诉我 谢虞豆你是不是疯了 你既然要离开 那么多的钱你都不要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已经想好我要离开 他下一个话说 我管的你 只要你离开我就跟你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就搞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想跟大家讲 第一行业的时代 我离开的原因 第一个 就是不管你喜欢网络也好 不喜欢网络也好 网络的时代来历 而且这个时代的来历是很汹涌的这种来历 而且它将会颠覆我们很多很多的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打这个来历 第二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离开 行业和公司比谁大 行业大公司小 行业大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保险精英的 二十多年期的保险 都是一般什么没有工作的呀 老子不老的 这种宝妈呀去做 看看今天的保险行业 全是职场精英 高学历 高竞职高素质的人 参与这个行业 但是当一个行业都是高素质的人进场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达到奥价的里面 所以我认为网络的行业开始了 如果是炒股的人的话 就是什么 庄家进场 而今天的网络的庄家是谁 是这个时代 是这个趋势 庄家市场 所以我认为公司和行业相比 行业大 第二是什么 如果我这个钻石户 钻石户和一个团队比 团队的价值一定比 钻石户为了这个账户更大 这就是天使我们就要决定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除了我个人想离开的人 最重要的是 我为什么要来去进行 我们为什么要去进行 就是疫情之下整个世界大变 这个世界的大变是消费习惯的改变 工作习惯的改变 人的关注点的改变 你想想 几乎IT的行业都没有公司 全部在家办法 所以疫情之下 我比如说像我们的飞碟 飞碟改变我们是购物习惯 而今天的疫情是改变我们的工作和创意习惯 最重要的是 疫情之下 我们都知道 比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什么 免疫力了 所以大健康的时代也已经来了 所以疫情之下 整个世界是回去 三年 我们三年了 我们整整看了三年 你说三年之后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吗 我们的工作轨道吗 不行了 因为整个世界变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人的机会来一个时代 这是这个疫情之下 第二就是去中心化的时代 去中心化 其实讲到这个大家觉得好像很陌生 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时代 我打个比方说 我们过去 比如说我们过去 都是打初衷 今天是什么 我们都有软件 我就是在此刻时刻 我就是中心 所有的周围的车都是在围着我转 所以在未来有更多更多的互联网 在打破我们很多的传统医生 所以第三呢 就是行业的时代来源 同样的 网络这个行业 你爱它也好 你恨它也好 你喜欢或不喜欢也好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也好 这个时代已经突免了 不以你爱和同爱而改变 趋势是什么 趋势就是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就叫趋势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所以网络的时代已经来源 第三一个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我想请问 80后9以后你们敢回事吗 包括我的孩子 我都告诉他 我像我们做父母的 可以跟他们投资一个人吗 但是关键是我们敢吗 另外在今天的这个时局之下 我不知道这个时局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我们都是华人对不对 不管国际怎么样去紧张 怎么怎么样也好 但是现在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手上要保持一定的什么 现金为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时局要变成什么 所以今天最好的生意是什么 亲自参加现金为了 所以如果是80后和90后 我们说得起的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说不起的是什么 我们要投资 所以我们六年后七年后来讲 如果我们不投资 我们保证我们的下额会生活得很好 如果去乱投资 可能我真的要去社会主义了 所以所有人向上的生意 都是亲自参加现金 所以这就是天使我们为什么要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